在临床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做安慰剂 也就是你其实没有生病 但是医生却开了一个药给你 然后你吃了那个药 你也觉得你的症状有所改善 但实际上医生只是开维他命C给你而已 这就叫做安慰剂效应 这就是我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题目 如何利用安慰剂效应来提升你的学习力 那么我总共会给你提供五个方向 跟我一个见解 第一个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鼓励的标签 例如说你可以贴在冰箱上 贴在你每天要学习的那一个笔记本上 你可以写一些鼓励的标签纸这种便利贴 写上说你是很棒的 你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加油 或者是你可以写恭喜你又完成了一天 还剩下倒数30天加油 你可以预先写下很多这样子的便利贴 贴在你的笔记本的每一个页面 或者每一天的进度上 你也可以用那个好宝宝盖章一样 你今天有做到在盖一个印章 好像你累积了一个点数 你要给自己不断的鼓励的这种标签的粘贴 让自己呢能够一直在一种被正向的激励的一个状态上 就好比一生一直开维他命C给你吃一样 第二个呢就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 这些音乐呢尽量不要有这个歌词 最好是一个曲调 然后是舒缓的 让你的心情是可以浓意平静的 第三个就是买一些你喜欢的文具用品 漂亮的美观的 然后让你感觉上学习是很愉悦 第四个安慰剂就是小零食 比如说读完这个章节 我就可以吃一个巧克力 读完什么样的一个进度 我可以吃一个糖果等等 买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为自己设下一个门槛跟一个小目标 只要达成呢 你就可以去吃这个小零食 再来就是我们学习啊 一定要定出一个计划 有计划才能够去追寻 你有明确的计划 你才知道你的路要往哪里走 你才会知道你每天应该要读多少的进度 你才能够在这些学习计划当中呢 得到学习的成果 总而言之啊 我的看法就是啊 利用安慰剂效应来学习 促进你的学习力的增加 其实就是一种放松学习的状态 你越放松 其实你的学习力越好 我建议那些可能第一年准备国家考试的人 或者是你拉比较长的战线 就是你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的人 一开始的时候啊 要静下心读书是非常困难的 这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利用一些安慰剂 来自我安慰提升你的学习力 那么如果你想要找夜楼做进一步的学习 就请你参看这个表格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